所以我说我不喜欢意大利女人 对她们尖锐的声音和俗虑的打扮 必知唯恐不及 我与历史与过去 以及卢克雷奇亚布尔吉亚 维特多利亚阿克兰伯尼结了婚 如今是和美迪亚达卡比结了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激情勃发 找到一个我愿意为其当唐吉赫德的女人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波兰人 我会愿意用她的拖鞋喝酒 愿意为她死 但肯定不是在意大利 意大利女人的堕落让我无比吃惊 弗斯蒂娜、马西亚斯和比安卡卡佩罗的后代 现在怎么样了呢 今天到哪里去找另一个美迪亚呢 我承认我对她魂牵蒙铭 我如果遇到一个那样天生可怕的绝世家人 想必会和奥利维罗托、弗兰吉帕尼和奥德拉菲一样 爱她直到最后审判日 10月27日 上述这些细腻的情感 属于一个教授 一个博学的人 我从前认为 罗马的青年艺术家幼稚 因为他们夜里从格里克咖啡馆 或维亚帕罗门贝拉酒窖里出来后 会在大街上玩恶作剧 大喊大叫 但我 忧郁的可怜虫 被他们称为哈姆莱特和愁容情世 不是也很孩子气吗 11月5日 我仍然不能忘记美迪亚 散步时 上午待在档案馆时 晚上独自待着时 我满心想的都是她 我从历史学家变成了小说家 我觉得自己对她的了解 已经远超史书的记载 首先我们要把现代迂腐的是非观 放到一边 在那个暴力和背叛的事迹 是非观根本不存在 尤其是对美迪亚这样的人而言 曾经的先生 对一头母老虎 换书是非观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 比这种巨兽更高贵呢 她送身时那么安静 跳起来时那么敏捷 她舒展柔软的身体 梳理美丽的皮毛 用强健的爪子一把抓住猎物 是的 我理解美迪亚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比美丽 勇敢又镇定的女人 她由父亲养大 熟读历史学家塔西陀和塞卢斯特的著作 也知道伟大的马勒 泰斯塔与凯撒布尔吉亚之类大人物的故事 这样一个女人肯定有征服欲 与帝王欲 在与大权在握的斯蒂米利亚诺公爵 结婚前夜 她说 她被小人物皮科奴走 囚禁在城堡里 她只能接受 那个城堡火热的爱 还必须把这种爱当成荣誉 对这样的女人使用暴力 是非常糟糕的鲁莽之举 皮科既然选择掳走这个女人 就应该会想到自己被刺杀 这很公平 这个卑劣的年轻人 也许你更愿意称之为英雄 居然像对待村姑那样 对待这个女人 美迪亚嫁给了奥尔西尼 请注意 这是十六岁的女孩 与五十岁的老兵之间的婚姻 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这个傲慢的女人 很快就会被当成财产 必须给公爵生个继承人 而不是给公爵提供建议 她永远不能问 这是为什么 在公爵的顾问 军官与情人面前 必须谦卑 她只要对丈夫表现出一点怀疑或不从 就会遭受恶语或拳脚 丈夫只要发现一点点 她不忠的迹象 肯定会掐死她 把她饿死或者丢到地牢里 假设她已经知道 她丈夫认为她看某个男人太久了些 假设某个军官或情妇 在阿尔西尼公爵耳边说 男孩 巴尔托罗梅奥也许是阿尔西尼家的孩子 但也可能是皮科的种 假设她知道自己必须出击 不然只会死路一条 她可以自己出手 也可以找人替她出手 她如果找人帮忙 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爱的承诺 爱一个马夫 浓浓的儿子 那个年轻人 必定是疯了或喝醉了 才会相信这样的事 清醒导致了她的死亡 她竟敢泄命 美迪亚必须再次维护自己的名誉 她能刺死皮科 当然也能刺死这个人 或者找别人刺死她 她被丈夫的亲属 围嘴堵截 逃难到乌尔巴尼亚 公爵和其他每个男人一样 疯狂地爱上了美迪亚 冷落了妻子 或者直接了当地说 她伤了妻子的心 这是美迪亚的错吗 她那两轮小马车 压坏了石头 也是她的错了 当然不是 你认为 美迪亚这样的人 会对懦弱 而可怜的 玛德兰娜公爵夫人 产生半点敌意吗 她根本就无视 公爵夫人的存在 称美迪亚残忍 就和称她淫荡 一样奇怪 她命中注定 迟早会战胜所有敌人 无论如何都会 使他们转胜为败 她有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奴役所有她遇到的男人 所有见到她 爱上她的男人 最后都成了她的奴隙 那些奴隙命中注定 都会死掉 除了吉达阿芳瑟 她所有的情人 都是意外而亡 这里面 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 普通男人 拥有了美迪亚这样的女人后 会得意忘心 忘了自己欠她什么 哪个男人 如果以为自己 能完全支配她 那肯定就活不长了 只有死亡 只有愿意 以死亡换取这种快乐 一个男人 才配成为她的情人 这个男人 必须心甘情愿地去爱 受苦和赴死 这就是她项链上 那句话的含义 不渝的爱 爱不渝 美迪亚的爱 永不消失 但爱人会死去 这是一种永恒而残忍的爱 11月11日 我是对的 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找到了 哦 快乐 我太高兴了 请副市长的儿子 在斯特拉餐厅 吃了一顿 有五道菜的大餐 我在档案馆里 发现了一大大 连馆长本人都不知道 其存在的信件 罗伯特公爵 写的有关 美迪亚的信件 以及 美迪亚 自己写的信 是的 美迪亚的笔记 学者气得 原体字 经常使用简写 看上去 像希腊文 这是因为 这位博学的公主 熟读 柏拉图 和 彼特拉克的作品 信件的内容 无足轻重 大多 是要交给 秘书 抄写的 商务信函 草稿 写于 他掌控了 软弱的 吉德 阿芳索期间 但 这是他写的信 我几乎 可以闻见 这些熟坏的纸片 散发出的 女人头发的芬芳 罗伯特公爵的 那几封信 展示了 公爵心的一面 一个狡猾 冷漠 而懦弱的教室 公爵 一想到 美迪亚 就浑身颤抖 管他叫 卑劣的 美迪亚 比夺取 金羊毛的英雄 依阿宋的妻子 美迪亚这个名字 还难听 他长期 宽容美迪亚 只是因为害怕 对他施加暴力 他害怕 美迪亚拥有 超自然的力量 希望把他 当成女巫烧死 他在 一封封信里 告诉 他在罗马的好友 红衣主照 圣 塞维利诺 他采取的 各种防范措施 他在外套下面 穿铠甲 他只喝 监督过 挤奶过程的牛奶 他会 先把自己的食物 拿一点 给他的狗吃 比方有人 在食物里下毒 他会怀疑 气味独特的蜡烛 被人下了毒 他害怕 骑马出行 因为也许有人 会 惊吓 他的马 害得他 摔断脖子 除此之外 美迪亚死了两年之后 他还告诉收信人 他担心自己死后 会遇到美迪亚的鬼魂 他对自己的奇思妙想 沾沾自喜 做小雕像是 占星家 和托波僧 弗拉 格登奇奥 二人的主意 这件东西 将确保 他的灵魂 得到安心 直到邪赫的 美迪亚最后 被所在不朽的 游银诗人描述的 冰与火的地狱之中 可怜的呆子 这就是 他对 把那尊 银制雕像 或者说 神像 放进 塔西所至奇马 同像胸膛里的解释 只要 他灵魂的雕像 在身体的雕像里 他便可 高枕无忧 等待 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他确信 到时候 美迪亚的灵魂 会被涂上瀕青 插上鸡毛 而他的灵魂 诚实的人 会直接 飞升天堂 想想吧 我两周前 还以为 这个男人是英雄 啊 我的好公爵 你应该出现在 我的历史书里 再多的银制神像 也无法 使你免于 被嘲笑 11月15日 奇怪 我对 副市长的傻儿子 讲了美迪亚不下百字 他忽然想起来 他小时候住在 沃尔巴尼亚市 保姆吓唬他 说 美迪亚 会骑着一头黑色公羊 下凡来找他 我的美迪亚公爵夫人 成了吓唬 调皮小孩子的妖怪 11月20日 我带着一个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巴伐利亚教授前逛 领略乡间风景 我们去了圣埃尔摩 参观 沃尔巴尼亚公爵的住所 罗伯特公爵 掌管这里之后 把美迪亚囚禁在这里 弗兰吉帕尼 在这里刺杀 罗伯特公爵 被随 随后 美迪亚 被送进修道院 我们骑马在亚平云山谷里 走了很久 这里荒凉的 无法用语言形容 稀疏 而矮小的橡树林 染上黄褐色 稀疏的草丛 在霜冻中枯萎了 最后几片杨树叶 在刺骨的 去拉蒙塔纳风中 摇颤着 厚厚的灰云 笼罩着山顶 风如果继续吹 我们明天就会看到 山顶上厚厚的积雪 映衬着冰冷的蓝天 圣埃尔墨 是个破败的小村庄 位于高高的亚平云山脊 在这里 意大利植被 已被北方植被 所取代 你骑着马 在树枝光秃秃的 栗树林间 行几英里 闻着湿漉漉的棕色树叶 发出的气味 听着团结的水流声 从悬崖下面流过 突然 你走出栗树林 来到了瓦隆 杜罗萨一带 茂密的冷山林 之后 是一片开阔地带 被动画的草丛 顶上覆盖着雪的石头 以及心下的雪 中间有个小山丘 两侧是咯咯咯咯的落叶松 公爵的圣埃尔墨宅地 就位于此地 这是个巨大的黑色方形 石质建筑 石头上刻着栋灰 窗户上装着格栅 门前有两道台阶 这个地方 现在被租给附近庶民的所有者 他在这个地方 存放栗子 柴火 和在附近烧好的木炭 我们把马拴在铁环上 走进去 房子里 只有一个头发凌乱的老妇人 这栋房子原本是狩猎屋 由吉德·阿芳索公爵 和罗伯特公爵的父亲 奥托·布尔诺四世 在1530年建造 有些房间 曾前装饰着壁画 和橡木雕刻品 这些东西 现今都不见了 不过 一个大房间里 有个大理石壁炉 和沃尔巴尼亚宫殿里的 那些壁炉很像 也有漂亮的丘比特像 壁炉两边 各有一个举着罐子的 裸体小男孩 另一个罐子里 是康暖心 另一个罐子里 是玫瑰 这个房间里 到处都堆着柴火 我们回到家时 天已经很晚了 我的同伴 情绪十分低落 因为我们此行 毫无所获 我们在栗子里 迷失 学你下起来 周围的地面 灌木和其他一切 都变白了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 在波子男的时光 我唱歌 叫喊 我的同伴吓坏了 柏林的报纸 如果报道了此事 这件事将成为 我人生的一个污点 一个24岁的历史学家 唱歌 喊叫 而另一个历史学家 诅咒大雪 与恶劣的路况 整个晚上 我醒着 看着篝火的余境 想着被囚禁时期的 美迪亚 冬天 她待在偏僻的圣 埃尔默 远离其他人 听着冷山的声音 风的呼号 大雪漫天 我好像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我好像就是 打算解救她的 弗兰吉帕尼 或奥德拉菲 我想 自己出现这样的幻觉 或许是因为 骑马行了太久 大雪 令我不适 也可能是因为 我的教授同伴 坚持要在晚餐后 来点盘去酒 11月23日 谢天谢地 那个巴伐利亚教授 离开了 他这些天 待在这里 快要把我逼疯了 有一天 我对他说完 自己的工作后 又说起 自己对美迪亚的看法 他屈尊回应道 这些都是 在文艺复兴时期 神秘主义潮流下 产生的怪弹故事 哼 这个老傻瓜 扎实的研究 将郑伟大部分故事 就和郑伟关于 沃尔亚斯的 那些故事一样 他说 我描述的 具备那种精神 或美貌的女人 是不存在的 她和她的同行 都持这样的观点 11月24日 我送走这个惩货 简直难以抑制 喜悦的心情 她每次提到我心目中的女神 我在她嘴里成了 梅迪亚 我都恨不得掐死她 11月30日 我对刚才发生的事 害怕不已 我开始担心 那个老学究的话是对的 我不应该长期独自待在异国 忽然 也许会变得古怪 太荒谬了 我只是因为 有机会发现一个 已经死了300年的 女人的画像 就那么兴奋 考虑到 我叔叔 拉蒂斯拉斯的情况 以及 家族里其他疯狂成员 我真的 应该对这种 愚蠢的 兴奋之情 保持警惕 但我遭遇的 这个意外事件 真的非常灵奇 我可以发誓 我已经研究过 这里的每幅画 特别是画她的每幅画 总之 我今天上午离开大案馆时 经过住的小房间的一个 这个小房间里 堆满杂物 我以前肯定经过这里时 因为我觉得 窗外的风景很熟悉 窗外 就是圆塔的一块 峡谷的另一边是柏树 柏树的前面 是钟楼 再前面 是天空映衬下 覆盖着积雪的 圣阿加塔山 和 莱安内萨城的轮廓 我猜 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而我 进错房间了 但 更可能的情况是 我以前的确来过这里 只是 这个房间的百叶窗 现在打开了 窗帘 也拉开了 我走过房间时 目光 被嵌在棕黄色墙壁里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 古老近况 吸引了 我走过去 看着近况 也下意识地 看向镜子里面 我大吃一惊 差点尖叫 因为我确信 谢天谢地 老教授不在我尔巴尼亚 有个人 站在我身后 这个人比我矮一头 脸 凑在我的脸庞 那身心 那脸 是他 美迪亚 我猛地转过身 我想 我肯定脸色煞白 因为我觉得 自己撞鬼了 在镜子对面的 那堵墙上 就在 离我所站之处 几步远的地方 画着一幅画像 一幅了不起的画像 布荣奇诺 永远不可能画出 比这更伟大的画 在深蓝色背景上 公爵夫人的形象 美迪亚 真的是美迪亚 比其他画像中的她 鲜活一千倍 引人注目 她笔直地 坐在高背影上 身姿几乎僵硬 因为她穿着 硬挺紧缎裙 和紧身胸衣 衣服上的 银线绣花 和一排排珍珠 让衣服 更显硬挺 裙子上 虽然有银线 和珍珠 但裙子本身 是单调 而古怪的红色 就像邪恶的 音速花的颜色 在裙子的硬沉之下 长而纤细的手指 就像流松 脖子也长而细 额头完全露了出来 看上去白且硬 就像雪花石膏 她的脸 和在其他画里一样 圆圆的额头上 是羊毛一样的 黄红色 短卷发 漂亮的弯眉 眼角处的眼皮绷紧 嘴角已逝 但在这幅画里 她的皮肤 看上去洁净无暇 闪闪发光 整幅画 看上去 胜过其他画太多 她看向画框外面 眼神冰冷 坚毅 但唇上带着笑意 她一手 拿着一只 暗红色的玫瑰 另一只手 把玩着从腰上 垂下的 像有黄金 与珠宝的世代 大理石一般的脖子 扮演在 暗红色的 景深雄衣里 上面挂着金项圈 项圈上 装饰着 法郎浮雕 不渝的爱 爱 不渝 我沉思了一会儿 认为自己 没有来过这个房间 我肯定是 进错门了 我能看到 这幅画像的原因 就是这么简单 但几个小时后 我仍然浑身发抖 我太激动了 应该去 罗马国圣诞节 平复心情 好像 有种危险 正在对我步步紧逼 也许 只是感冒引发的错觉 但我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 从整件事里 走出来 12月10日 波努力摆脱 美迪亚 接受副市长 儿子的邀请 去他们家 位于海边的宅地 看榨油 宅地 或约 农庄 加固国 带塔龙 位于山坡上 掩映在 橄榄树 和 高柳丛之间 看上去 就像一团 明亮的 橙色火焰 橄榄被堆在 监影一般的地窖里 就着 微弱的日光 和在前盘里 燃烧的树枝 发出的黄光 你可以看到 体型硕大的白牛 围着巨大的石墨转圈 模糊的人影 正在操控 滑轮 和把守 在我看来 这有点像 宗教审判的情景 卡瓦利雷 用最好的酒 和甜面包干 招待我 我在海边 长时间地散步 把即将下大雪的 沃尔巴尼亚 抛住脑后 海边 阳光灿烂 阳光 大海 以及亚德里亚 海边小港口的喧哗 似乎对我的健康有益 我回到沃尔巴尼亚时 好像变了个人 我的房东穿着拖鞋 在无人问津的 镀金柜子 神圣罗马帝国沙发 以及古老的茶杯 茶托和绘画之间 夺步 祝贺我 气色大大改善 你先前工作太努力了 他说 年轻人应该娱乐 看戏 散步 找情人 谢鼎时再想娱乐 就太晚了 他脱下油腻腻的红色帽子 是的 我好多了 又能愉快地工作了 我会把柏林那帮自以为是的家伙 甩在后面 十二月十四日 我在工作时 从没有这么开心 我现在把许多人物都看清了 罗伯特公爵 胆小 而又狡猾 马德拉纳公爵 夫人不幸 记得 阿芳索公爵软弱 喜爱炫耀 却又 情世风度 而美迪亚 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感觉自己既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又是个十二岁的男孩 昨天 这个城市第一次下雪 下了两个小时 雪停了之后 我去了广场 教一群小乞丐 堆雪人 准确地说 是女雪人 我想叫她美迪亚 坏女人 美迪亚 一个男孩说 骑着山崖 从天而降 不不 我说 她是个美丽的女士 沃尔巴尼亚公爵夫人 曾试过的 最漂亮的女人 我给雪人 戴上金箔王冠 教孩子们高呼 万岁 美迪亚 但 一个孩子说 她是个女巫 应该收死她 然后 他们都跑去 拿柴火和麻绳 咒骂着 瞬间 就把雪人烧化了 十二月十五日 我真是只笨蛾 才二十四岁 就以为自己 能名扬文坛 我在长期散步期间 创作了一首歌 现在 街上的每个人 都在唱这首歌 会用口哨 吹这首歌 我用别角的 意大利语 写歌词 歌词的开头 是那些爱人 对她的称呼 美迪亚 美阿迪亚 我哼唱出 余下部分 我为什么不是 弗兰吉帕尼 奥德拉菲 奥利维罗托 或者善良的公爵 吉德阿方索 那样 我就可以被你爱上了 美迪亚 美阿迪亚 诸如此类 可怕的垃圾 我猜 我的房东 以为美迪亚 是我在海滨认识的 一位女士 我敢肯定 索拉 塞拉菲娜 索拉 洛德维卡 和索拉 阿德尔吉卡 我戏称她们 为命运三女神 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 黄昏时分 索拉 洛德维卡 在打扫房间时说 少爷唱的歌 多好听啊 这位老夫人 替我生活时 我几乎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在大喊 长命百岁 美迪亚 美阿迪亚 我停下来 我想 这样的名声 会很快 传播开的 先传到罗马 再传到柏林 索拉 洛德维卡 轻身窗外 把标志 阿斯卓尔巴 家所在的位置的圣灯 提进来 她修剪了灯芯 又把灯 甩出去 用她那古怪 又过分正经的微声说 孩子 你别停下呀 她有时叫我教授先生 有时 有饱含深情的叫我 年轻人 小家伙什么的 你不应该停下来 因为 街上有位女士 正驻足 听你唱的 我跑向窗口 一位围着黑色披荆的女士 站在一处拱门下 抬头 望向我支扇窗口 哦 教授先生 有崇拜者了 索拉 洛德维卡说 美迪亚 美阿迪亚 我使尽力气喊到 故意吓唬路人 她突然 转身离去 但 朝我挥了挥手 这时 索拉 洛德维卡 已经把圣灯固定 回原来的位置 一道光 照在路对面 我瞬间 全身冰了 那是 美迪亚 打 卡比的脸 我是个大傻瓜 肯定是 第二部 十二月十七日 我想 因为我说的 愚蠢的话 以及 唱的愚蠢的歌 我对美迪亚的狂热 已经人尽皆知 副市长的儿子 卡瓦利耶 或者说 我在档案馆的助理 在伯爵夫人家时的朋友 想对我 玩个恶作剧 但请注意 亲爱的女士们 先生们 我会让她 付出代价的 今天早晨 我在桌子上 看到一封 折起来的信 收件人是我 自尽 很古怪 但 有种 陌生 又熟悉的感觉 那是 我在档案馆 看到的 美迪亚的笔记 你可以想象 我当时会做何感想 我 极度震惊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 这是 知道我对 美迪亚感兴趣的某个人 送给我的礼物 这是 美迪亚当年写的信 某个傻瓜 没把信 装进信封给我 而是 直接把我的地址 写在信纸上 但 这不是一封旧信 信 只有四行 内容如下 至 斯匹迪里恩 今晚九点 一个知道 你对他感兴趣的人 将出现在 圣 乔瓦尼 德克拉托教堂 仔细看 左边走廊 一个 身穿 黑斗篷 手持 玫瑰的女士 我现在 明白了 我是一个 阴谋的目标 一场 恶作剧的 牺牲品 我把信纸翻来覆去 研究了许多遍 信纸似乎是 十六世纪的 笔记 与 美迪亚的笔记 一样 信 是谁写的 我把所有可能的人 都想了一遍 我最后认定 是 副市长的儿子 和 他的情人 伯爵夫人 他们一定 是裁下了 某封旧信的空白夜 真是 让我难以置信 他们竟能想出 这种恶作剧 伪造这种东西 我低估他们了 我应该报复他们吗 还是 对这封信 不予理睬 不理睬 他们能保住尊严 但 那样未免太无趣了 好 我去 如果 真有人在那里 我反而可以使他们 迷惑不解 如果 没有人在那里 我就可以告诉他们 他们的进谋 有漏洞 这或许是 卡瓦令耶 穆奇奥 干的又一件傻事 他想把我 骗到某位女士身旁 希望我和那位女士 做情人 很有可能是这样 拒绝这样的邀请 太傻 也太迂腐 那位女士 肯定值得认识 因为 那封十六世纪的信 肯定是他做出来的 懒斗的穆奇奥 是做不出来的 我会去 老天在上 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身 现在是五点 最近 天可真长了 十二月十八日 我疯了吗 还是鬼魂真的存在 我差点在昨晚的冒险经历中吓死 我遵照那封神秘信件的指示 九点到达教堂 天 寒冷刺骨 下着雨加雪 四周雾蒙蒙的 没有一家商店 还在营业 没有余扇窗户 还开着 路上 也没有一个行人 街道漆黑 狭窄 斗壳 街道两边 是高墙和拱门 拱门下的油灯 摇曳出 微弱的黄光 照在被雨水打湿的旗帜上 这黄光 让其周围的 银街显得更加漆黑 圣乔瓦尼 德克拉托 是座小教堂 或者说 小祈祷堂 我来到本地之后 就没见这个地方开过门 这里有许多教堂 都只在重大节日开放 教堂坐落于公爵宅地后面 在陡峭的斜坡上 位于两条陡峭十字小巷的交叉点上 我经过这个地方无数次 除了大门上高高的大理师浮雕 这个教堂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浮雕描绘的是 施洗者的头颅 承在浅盘中 旁边是个铁笼 过去用于盛放市众囚犯的头颅 这个被斩首的人 就是施洗者约翰 浮将与石将的保护身